我现在是在闪康里 感觉好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看一看我们发现了什么咖啡店 那个菜单啊 美式15块钱 那我一定要喝美式 因为它这个价格 我觉得我应该能喝两杯 那我们就点一杯热美式 一杯热拿铁 小杯的是15块钱 大杯的是18块钱 喝淡一点的 那个前烘焙的 它这个杯子你看它分4个size 1234 哎呀这个场景让我瞬间想到了 那个星巴克罗老师的那个场景 对不起先生 这个是大杯 这个才是中杯 哦 别这样 哪个杯 跳一下 还有这个小杯子是放espresso的应该 你看 打开这个盖子看一下 美式和拿铁 哇 好甜啊 它这个美式 酸甜掉的 一丢丢的酸度 再加很甜的这种甜感 然后这个拿铁要赶紧喝了 哇 好Q啊 哎呦 你看它的表情 哎呀呀呀 流口水了感觉 它虽然它很大 但是它看起来很萌 对啊 哇 这个拿铁好香啊 很香 就是我们两个是一样的豆子 然后我这个喝起来 就是非常甜 非常甜的这种甜感 它的香味就是很特别香 那个豆子就是那种 有点那种日晒芭蕉的那种酵香感 嗯 哇 天啊 我可以直接把这个吃完 哈哈 深烘焙的是用什么咖啡豆啊 巴西和叶佳 那我刚才喝的这个浅的呢 这个是红多拉斯 红多拉斯 这个太好喝了 刚才就真的几口就喝完了 我再喝一个深的 对 深烘焙的 也是也是美式 热的 对 就相当于是一共三杯是51块钱 然后这个整个这种厚重感就起来了 有点像是这种焦糖巧克力这种感觉的味道 呃 整个温度啊 你喝到口腔里面很舒服 平衡感非常非常棒 是甜度还蛮高的 嗯 哎呀 我觉得我在这边能喝一天 这个是日本的樱花树 大概是要等明年大概四五月份吧 嗯 它樱花就会长出来 樱花盛开的时候 樱花盛开的时候 挺舒服的 我那到四五月份的时候 到时候还要再来 一定要再来的 整个店如果假设没有这个场面 这边的话就是感觉左右是有点不平衡的 这边如果一直有来客人 我这个座位的话 这边就是一个整个店的平衡感 这边会比较重 这边会比较轻 嗯 所以我想到整个店都是比较圆形的 比如说我桌子是圆弧形的 巴塔也是圆弧形的 这个店就是它设计的 然后刚好就可以采访它一下 其实我们两个认识也蛮久了 好几年了 三四年肯定有了 对啊 这是第一次真的是 坐下来正式的聊聊天 对对对对 就是就比如说你们这个新店 这是你们第四家店 对吧 然后你们一个设计的理念 还有一个设计的灵感 设计的一个主要的概念是 比较cozy 舒适 跟比较温暖的一种感觉 这个是我设计里面比较注重的一个元素 上面 我还有蛮多木头 这种木色调对吧 对的 就是木头跟白色相对会比较舒服 温暖一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的一个设计的一个主要的方向 这个面积一共是多大 里面的话整体面值大概20多30平米 因为里面比较方正一点 而且大部分东西都是比较low空的 像我们的那个顶部的那个木板木材的话 你也能直接看到天花板 所以就是你整体感觉的话会比较放大一点 还有那个场面 我就用了要不同大小的一个镜子 空间感会大一点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 那问题来了 开一家咖啡店 就比如说你们这家店要多少钱吗 要花多少钱吗 这个问题的话 商业秘密 也不算商业秘密吧 其实相对来说是比我以前开的 第一个还是第二个第三个店 相对来说这个成本是比较便宜多的 以前我们是要找专专门的设计师去做 我们的品牌的咖啡馆 我知道你们第一家是意大利的这种 对的 我们第一个店是找了一个意大利人做一个设计师 但是现在因为我来上海 大概已经是第五年了 就是学习到东西 就是经历过各种的磨练 这个店就是我从头到尾 我从设计 私工 选材 七七八八到尾 都是我自己去 从头到尾去跟这个事情了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店的话 成本控制的话就压低了大概是以前开店的三分之一 就说多少钱吗 大概的话二三十万 要看你在哪一些部分可以去把一些钱省下来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你比较有经验 然后你知道钱花在哪钱不该花在哪 所以说你就是把整个成本控制很好 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这种开店经验的话 可能你这个翻一倍都不行的 没有开店经验的话 我觉得可能翻了一倍或是三倍不止 我们设计费省的很大一部分 因为设计都是我自己做的 对我自己做设计的 可能施工里面的大部分的材质都是我自己去找的 那相对来说的话 那个成本控制的话也会相对会比较好一点 我觉得像这个视频发出去了之后 肯定有很多人联系 这个小帅哥的联系方式给我给 我要找他开店去 我觉得就是一个店的比较核心的东西 比如说在设备上面 我愿意投放比较多的一个钱 那比如说某一些部分的话 我就会考虑到我这个店大概可以 整个宿命大概是多长 大概可能做五年 那你怎么在五年里面 把你这个投资的回报周期提前达到盈利的话 这个就是你要去判断 到底你在哪一个部分你要投比较多的钱 或者是哪一个部分要比较少的钱去做 这是重点啊 重点来了 这是大家要记好小笔记了 那你在做设计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着 我要做一家网红店出来 或者是别人说你们是网红店 你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首先你是怎么去定义一家电视网红店 我们先从这个点去说 就是网红店的定义是因为多小姐姐来拍照 人家把你的电发到手红书上面 所以你就去定义这个电视网红店呢 还是从哪一方面你觉得这个电视网红店呢 你们觉得什么是网红店 那问题又来了 就是我设计出来是从我的个人喜好 我的个人的一个想法去做 那做出来 导致很多人都喜欢这种风格 以过来拍照 因为多人来拍照 你来定义我的网红店 那我觉得还是那句不是我的错 我觉得就是我们核心的 还是注重在我们的产品上面 我们觉得我们的咖啡也没问题 装饰也没问题 服务都没有问题 你来这个店肯定是先注重它的一个产品 之后到服务啊 跟它的装修风格 我觉得我这个店我是满意的 我满意我自己的设计风格 可能在三五年前 我们觉得网红店是一个宝义词 现在网红店已经变成一个贬义词了 对不对 因为大家在讨论网红店的时候 可能大家只是在讨论它的一个装修啊 设计风格啊 拍照啊 大家把这种可能产品啊 或者是体验啊 这样的一个感觉就忽略掉了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不知道 你们对网红店的概念是什么 你们有自己的意见 可以留言弹幕都可以告诉我们 我相信就是我们核心的客人 喜欢我们的人还是蛮多的 嗯 我注意到就是说你们 就比如你们第一家店 和现在这是第四家店了 对吧 这家店咖啡卖的比之前那家店 要便宜一些 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第四个新店 是商业园区里面的 所以我们针对的都是一个办公园群 嗯 对 因为像你们这个装修的风格啊 包括整个我看店面的这种成本 我觉得应该相比manor来说 肯定要高的多的 但是你们的价格跟manor 呃其实差不多 基本上都是十几块钱 嗯 不超过20 是 所以说我觉得我喝到一杯15块钱和18块钱的这种 美式和拿铁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心里边就会产生这种好奇感 为什么就是他能把这种咖啡卖这么便宜 最主要是一个原因嘛 我觉得咖啡是什么 我们先问咖啡是什么 不管你把一杯咖啡做的多厉害 或者你把一个世界冠军请过来在里面做一杯咖啡 他就是饮料 为什么我可以卖这个价格就是 我觉得当咖啡变成一个刚需 就是大家都对这个东西是有需求的话 或者反过来 我希望就是我可以提供到一个就是 啊不要说性价比吧 就是你喝了这个咖啡 你觉得是目有所值的 或者是我卖一个18块的咖啡给你的时候 或者是卖出一杯15块的咖啡给你的时候 得到的比这个价格预期更高的 这个就是我希望就是可以让每一个客人的一个体验 会更好 顾客的忠诚度是在于他获得的一个产品的时候 跟他付出的一个价格 能不能成正比挂钩 或者是更大 比如说你今天20块钱买一杯咖啡 你得到的体验产品服务 或者是感受到整个装塑的话 你是超出你的预期 超出这个20块钱的一个价值的时候 他就觉得赚了 他会是会变成你的忠实客户 在点单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超出我的预期 预期值非常非常多 所以说这种体验感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像这个杯子 我觉得设计就很漂亮 对 这个设计还蛮漂亮 强烈推荐 谁要想找设计师 可以找这个Kyson 然后如果你们真的有这个需求的话 然后我可以给你们推荐 我们还是大家一起聊聊咖啡 我觉得还蛮开心的 OK 今天采访就这样 感谢Kyson 感谢Kyson 别客气 对 by bwd6 by bwd6 by bwd6 b